HELLO 大家好,我是GINO,很开心的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算是一个道歉的影片 关于之前有提及到就是如何节省就是外币账户的手续费从澳洲汇款回来 那我们就有接收到两则的一个讯息 所以才今天做出一个比较建议会超过15分钟 会大家用电脑来看会比较方便 那我就先道歉启示的部分当然就是快速的把它念过 那澳洲银行转账回台湾的账户这个影片教学 内容提到中转银行的收费 或是台湾的银行的外币账户免除手续费的这个教学 部分的伙伴回馈给我说还是被收取了一笔费用 经过写信给台湾的十大银行 以及我打电话去问这些银行的客服 确实如果没有配合相关中转存款的同行 就会经过第三家的中转将会收这个中转的费用 费用就会以中转银行为主 最后台湾收款的银行收到海外澳币转账的时候 还是会着收部分的手续费 所以这是今天很长的一个盗窃影片的一个开始 那起因呢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的一个教学 这个教学那我今天是10月7号 我还是也有跟原来的作者稍微联系一下 那我觉得他的文章写得很棒 而且也很仔细 重点是他的实验的条件就如同影片当中 它是NAB的银行搭配台新的RECHAR数位外币账户 所重复产生验证出来的结果 所以这个影片它是重复它操作起来的 然而呢我也有收到一些回馈 就是他们就是在这个影片呢 是在2020的7月8号我拍完之后呢 也就是距离大概现在一个多两个多月的时间嘛 拍完之后放在上面 当然作者这边他也提到 最后的结果呢是否会收还是不收 这都是要自己去跟银行去做详谈 不会是保证每个人结果的相同的 那那个影片是针对他所设定的银行 澳洲那边的银行以及台湾的银行 产生出来的结果原理哦 但是我不能保证其他的 比如说CBA银行啦搭配RECHAR 会不会有一样的结果就是不一样 那我们就先看就是在影片下面就是有留言 就是网友提出他被多收费的部分 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要拍这么长的道歉影片呢 就是哈喽你好 我从9月份的commonbank会RECHAR的外币账户 澳洲呢先扣了22块的手续费 台湾解汇钱也被扣了17块澳币 还要再付10元的澳币解汇 所以呢会回台湾RECHAR外币账户 总共被扣了27块钱澳币 所以是不是在想commonbank会RECHAR外币账户 是不是没有手续费的优惠 因为这个文章很长 那我已经把点全部的内容 我就绝望贴上去给大家看了 那当时呢我收到这个回馈之后呢我也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既然有读者提出他不一样的看法 或是他实验结果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我当然会想要去跟他做联系 然后我就直接回他说好 你好如果是汇款RECHAR的外币账户的话呢 从澳洲汇款出去要选择AUD等于AUD 或是你有经过其他的辟别的话 这里也有跟CBA确认过RECHAR外币账户 比照影片的资讯的话呢 你们就要看这个连结 那我当时也回复他说 那你说完了这个结果 我有打去敦南分行 所以为什么我就回他说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额外的费用 那他也非常客气 他就说谢谢你的回答 就如同图片3这边 谢谢你的回答辛苦了 我确实是回到外币账户没有错 币别也是照你的方法选AUD等于AUD 但是还是多被收一层费用 会不会是NAB有特别合作的银行 而Common Wills Common Bank而没有 所以针对他这个反应呢 就是指伙伴反应 因为他原本的影片是讲说 NAB会台新RECHAR嘛 那我这个他的方法是 他改用CBA会台新RECHAR 然后就被收两次费用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意见回馈 那我觉得秉持着道歉跟负责的心情 我们在早年的影片当中就 我有写信给十大银行的客服吗 这个十大银行 就之前也有推出一样的影片 就是关于手续费的部分 就是用2019年去调查台湾的十大银行 分别有中信赵丰台湾银合作金库 国泰世华低华南富邦玉山 还有台湾土地银行 这十家为十大银行去做这个评比 去得到的结果 今天呢 我其实都有寄信到你们的客服的信箱了 那大部分的七间银行有很认真的回我 另外三间银行呢 到今天结稿之前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回复 所以我只好在我下班时间之后 硬着头皮再打到去问银行客服 到底结果是如何 那我当时的题目 我就整张先放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的每一间银行所收到的 我提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你好 想要询问 如果有在贵分行开设外币账户 由台湾的外币账户 转到澳洲的银行 利用Swift Code方式 转账到澳洲当地的银行 你们配合的是澳洲哪一家银行 Commonwealth Bank 也就是所谓的CBA联邦银行 NAB澳洲国民银行 WesternPAC是西太平洋 ANZ就是澳洲的澳盛银行 第二题我就问他说 反之 如果我从澳洲CommonwealthCBA银行 澳洲转账到台湾 但是你们的分行 没有与Commonwealth Bank合作的话呢 假如只有跟NAB合作 这样子是不是要从外国银行 要汇钱给你们的时候呢 要经过另外一家银行的帮忙 好我就写CBA 往NAB再往台湾的分行 以上的流程 全部都是使用澳洲澳币的选项 就是AUD等于AUD的选项 这样子台湾的分行 即使存澳币账户 也会收一次的手续费吗 因为中间经过第二间的银行 然后因为我本人就是 有时候不太敢接这种银行的电话 因为银行打过来通常都是推销居多 所以我都不太敢接 所以我也真知道 我发信的期间刚好是中秋廉假的时候 所以我就跟客服说 没关系你们就文字 Email回复就可以了 那刚刚这么乐乐等的一篇 大家有没有觉得字很小 手机看得很辛苦 好我就直接把它简化 然后重复一次喔 好问题一就是 你们台湾的银行分行 跟澳洲配合的是哪一家分行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想要问的 到底你们的配合银行是哪一家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不是你们配合的银行 是不是有需要变成中间银行 这样就会产生手续费吗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直接进入到 这个它在十间银行当中 有一间银行 它写得很好喔 分别是中信CTBC跟台湾银行 他们在回复的Email内容当中 很清楚的给我答案 那我们就用这张图片跟大家讲喔 在一开始来讲 澳洲银行呢 一般正常汇款呢 会有经过所谓的就是中间银行 然后呢中间银行可能是有手续费 然后呢接下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台湾银行这边是属于受款方 那也是需要一次手续费 所以我们常会跟大家讲说 一定要你们从澳洲汇钱 回来台湾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去问一下 你们在台湾这个分行 它的配合的分行是哪一家 所以呢我们就会看 下面的这个流程这边 就是你们汇款回来之前呢 你们一定要先确认 你们台湾的这个银行 跟这间澳洲银行是有合作银行 这样子它就不会走路径上面 那个中间银行还要多收一次的费用 就产生像刚刚讲的CBA那个方案 我会稍微解释 为什么会产生两次的费用 好所以呢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讲 我会跟大家讲台湾十大银行 配合的澳洲银行是哪几家 我会做完整图表上去给大家看 那中间银行呢大部分会收 美金的费用大概是15块 最高到50块钱不等 但是这都是还要根据你自己的银行 去做洽谈才知道结果 这样表格就是我花了将近快七八天的时间 把它整理出来 这是澳洲的四大银行 就是大家最主要的银行 下面的部分呢是台湾的银行 总共十大银行 我全部都不管是写email 打电话我都去帮你们问完了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念出来 如果是CBA银行的话 它是跟合作金库 NAB的话就是跟兆丰 RECHA台银 土地银行 合作金库 台湾银行 富邦银行 NZ也很多配合的哦 分别是玉山银 CTBC中国信托 国泰世华 兆丰合作金库 台湾银 华南银行 以及地银行 那Western PEC的话呢 则是跟兆丰金跟合库银去做搭配哦 那这个画面呢 你们自己可以截图留起来 然后去做参考 那没有在榜上这些银行们 那很抱歉 你们自己打电话去问一下客服 或写信都可以哦 在这一次呢 2020的调查当中呢 我要先给玉山 台湾的玉山银行 非常大的肯定哦 因为我是中秋连假 最后一天写信出去 靠我写信出去 玉山银行的客服 真的有办法 在隔天 他回email的速度最快哦 那我们就附上整个信件那种 但我把它的那个账号 稍微遮蔽一下 玉山银给我什么答案呢 玉山银就告诉我 玉山银它配合的澳洲银行 就是ANZ银行 这边呢 先给台湾的玉山银行哦 你们做的真的很棒 你们是 唯一时间银行当中 写信回email 而且答案也很详细 服务最快的哦 如果未来有伙伴想要使用 去澳洲导宫度假 想要使用玉山银行 我自己可能会推荐它哦 OK 好好那刚刚的画面呢 可能有点小 那我们把稍微信件 再把它放大一下 我们已经知道玉山银是跟NAZ银行去做配合嘛 所以它在黄色mark起来的部分 我就帮大家念出来了 如果你从澳洲银行汇款之玉山银行的外币账户的话 如果没有配合相关的存款同行的话 经过第三家中转银行 将会被收取中转的费用哦 费用就会以中转银行收款为主 后续款项呢 汇入到玉山银的这个外币账户的时候呢 玉山银也会从外币的汇款当中呢 收取手续费哦 那它告诉我手续费是如下哦 那大家就是万分之五哦 万分之五 一万块台币当中收五块台币嘛 最低就是两百块 最高就是八百块哦 所以我们把黄色部分放大给大家看 跟它所手续的费用就是如上这边哦 好第二家回信最快的呢 就是隔一天之后的中信银的 CTBC中信银行哦 那中信银在台湾配合的是 ANZ银行 ANZ哦 所以呢他就告诉我 哎郭先生你好 那他就是 如果你今天汇款的金额非常大的话呢 他不论高或低 他就是一笔就是收四百块钱 也就是我在2018年多年以前 我是不是有拍个影片 然后是说整个海外转账流程 当时我是选择中信银行为售款方嘛 所以我就说我被扣了四百块手续费 那这个当时呢 这个操作过程就是如同他所说一样 他就是单一价格 他不是两百到八百 就是一笔的四百块的费用哦 他也告诉你哦 目前没有办法得知中转银行的手续费是多少 只能预估美金大概等值十八块钱到五十元左右 那中信银呢 在澳洲所配合的银行呢 是ANZ银行哦 那他所付党给我的这个外国汇款人的指示书当中 他也告诉我他的澳币选项确实就是ANZ哦 那接下来呢就是指赵丰盈的部分哦 好那赵丰盈呢他就先传一个就是也是外国汇款指示书给我看哦 那他告诉我说那他们的收费方式呢也就是万分之五就是0.05%最低200最高800哦 那他赵丰盈在澳洲配合的银行就是这三家哦 分别是看这黄色区域就是NAB银行 ANZ银行跟WesternPAC 所以如果说你有NAB ANZ WesternPAC在澳洲早上度假 你要汇回来的话赵丰盈这边有三家银行他可以有做配合哦 OK所以国泰释华在澳洲配合是ANZ银行哦 那他的手续费呢分别是200块到300块之间哦 那我查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台湾银行哦 那我要先跟台湾银行回信的这位客服他写的真的是很棒 我觉得鼓励大家去台湾银行开账户 因为我觉得他客服算回的速度比前面几家来讲他来得慢 可是他是在众多台湾的银行当中 他理解客人他的提问的问题要的是什么答案 而且他在回信的当中也有附上一点就是金融的小尝试 我觉得他很棒哦 那我也附上这整个的信件当中 那我黄色部分呢把它把它圈起来哦 那台湾银行呢在澳洲配合是两家嘛 ANZ银行跟NAB银行哦 那他的手续费呢也来到了就是万分之五哦 0.505%最低200最高800哦 那他在告诉我们当中也有提到一句话 他在第四点当中如第一点所说 外汇外币的款项费用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 就是中转银行与本行如果合作关心的话 仍然可能收取中转的费用 那受款银行出去入账的时候也可能收取手续费 实际银行都要是以收款的这个标准而定哦 他就告诉你说就算呢你是选这个合作的银行 但是也有可能会被收这个中转银行的费用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 如果你们是用这两家的话 你们就要去对应我们今天影片当中讲解的 台湾的银行跟欧洲的银行各自合作是哪一家 这样子就避免在中间多一层被扒皮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台湾银行写的这个解释写得很好哦 他在里面当中也有告诉你 中转银行大概是美金是15到30块钱不等 在做这个一个费用 接下来是到台湾的合作金库银行 合作金库这边 那合作金库让我非常意外 因为我认为合作金库是一个非常老牌子的 关股银行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己真的很猛 我写信给他他告诉我 他回信比较慢一点 可是他告诉我 他们在澳洲呢 四大银行他们全 他们家全包了 不管你是commonwealth NAB NZ Westernpac 他们家都是属于自己的合作银行 所以合作金库的伙伴们 你们在澳洲打算度假 不用担心好不好 汇钱回来就选合作金库 因为他四大银行全包了 全包 那合作金库现在也有数位银行哦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开这样子 那我们看图二部分 他的收费标准也是万分之五 最低两百 最高八百去做使用 所以大家到在这边 大家都看到 其实大家的收费标准呢 都是其实差不多 接下来呢 是富邦银行 那就回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告诉你 直接开中民意说 OK我们澳洲配合的是NAB银行 那收取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一个中转费用 是美金20到30元不等的费用哦 那后续呢 还有汇出的话呢 建议你还是要跟我们分行联系 OK那我们看 如果他从外国会钱进来的话呢 他也是万分之五 百分之零点零五 最低两百最高八百哦 那富邦银在澳洲搭配的就是 NAB银行 土地银行的话呢 那就是信件当中他直接告诉我 他配合的就是澳洲的NAB银行哦 那我也去看了这个 土地银行的这个收款的 这个收费标准一栏表 把它整个拉黑 拉出来之后呢 也跟大家一样 万分之五百分之零点五 最低两百最高是八百元 所以土地银行是跟 澳洲的NAB银行为合作银行哦 那大家会问到一个 今天的影片呢 就会是说 诶 居你的十大银行里面 怎么没有台信银行 因为当时在做这影片的时候 十大排名并没有台信银在里面哦 但是因为影片的作者的例子 是使用台信的 RECHAR数位外币账户 那我觉得有这个义务 我有必要呢 我也写了一封信给他 可是到解稿之前 我根本就是没有收到的情况下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打量给客户 我有把这个原来的作者的情况 我再重复论述了一次 但是他还是告诉了一句话是 呃台信银行跟RECHAR银行呢 在澳洲配合的是NAB 所以呢 如果你在澳洲开NAB银行 然后会来台湾的时候 是RECHAR银行 那本身就是合作嘛 那我们记不记得 刚刚一开始片头有讲的 就是有网友 他是写CBA银行 然后会RECHAR 那因为他不是合作银行 就被收了手续费 备用的话呢 就是万分之五 最低两百 最高八百哦 但是也很奇妙的地方在于 当时我今天打到问 就是台信银的客服 然后他告诉我说 只有一家是NAB 可是我去他的网站上面 看台信银的 汇入汇款指示书的 这笔的时候呢 他出现两家银行 分别是NAB跟ANZ哦 可是客服只有跟我讲说 NAB是一个而已 所以这个汇款书 到底是以汇款书为主 还是以客服这边为主 我就不得而知 但是NAB是肯定的 NAB就是为台信 以及台信的RECHAR 数位账户合作的银行哦 OK就是这个代号 NATAU33的这个代号 那接下来呢 就是华南银行哦 华南银行呢 就是也是打电话过去 因为我写email 华南银行 因为email回复的关 那我得到结果 华南银搭配的就是 ANZ银行哦 那收费的标准也是 万分之五 最低两百最高八百元台币 好那还有就是 第一银行的部分呢 就是跟ANZ银行 那费用的部分也是最低两百 最高八百万分之五哦 然后这个呢 汇款指数数上面也表示是 AUD是ANZ的这个银行代码 为合作银行哦 OK就是伙伴呢 从澳洲汇款到台湾之前呢 你们一定要联系 你们在台湾所属的银行 到底是配合澳洲哪一间银行 这很重要 你一定要打电话 或是写email 去问问看你的行员哦 本次的调查呢 是2020年的10月份 调查十大银行 大部分的银行都是公订价 就是收取0.05个percent 也就是万分之五的手续费哦 就是一万块台币 就收取五块钱 那或是呢 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最低两百元 那就是以两百元计价 最高就是八百元哦 为接收海外澳币 转存台湾的外币账户的这个费用哦 那我是这样的去把它研究出来的 当然比较特殊的是中信 它就是一口价四百元 不分高低这样 那在影片的最后呢 也是跟大家说声致歉哦 因为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可能就是做的不够详细 那我在这一次也写信的给台湾时间银行 确认澳洲的这个中转银行哦 因为一般来讲比较大部分的银行会把汇款指示书上面 所配合的澳洲银行附在上面 但是有的银行是必须你要写信问他 你才得到结果哦 那另外呢 金管会这边有规定哦 就是如果你从澳洲汇款回到台湾的话呢 总额是零到五十万以内呢 是可以线上转账的 那如果超过新台币或五十万以上的时候 新台币五十万以上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只能零贵去做处理哦 所以如果说你的金额很大的话 从外国汇回来的时候 你要稍微算一下汇率 不要让你的汇进来的汇率的这个总额 不要超过台币五十万 不然你只能走就是零贵的方式去做处理 是台湾的哦 那另外很多伙伴就说 哎君为什么我汇款要等这么久的时间 在之前影片当中也跟大家讲到哦 澳洲的银行本身也遇到假日不会营业 需要抛账一点时间 像这次的中秋廉价时间这么的长 又卡六日在加钱的时间 银行台湾的银行一定要有上班营业 才会进行抛转的汇款的一个作业程序 另外呢 我在这次调查十大银行当中呢 所有的银行呢 为了基于安全的考量 都会打电话给这个台湾的这个存户的账户 所有人问他说 哎你是不是有一笔澳币 从海外的银行要汇进来 你有这笔款项 你是确定吗 那用途是什么 银行是为了基于安全避免洗钱 所以一定会问哦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 所以很多人说 哎我怎么没有交这电话或是砍杀 砍像卡了很久 那是因为银行一定有打电话给你 那如果要避免这种方式的话 您在汇款以前 你们自己也可以先联系银行 告诉他说 我即将有汇款 从澳洲汇回来 大概是录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您可以先行联系 你所属的分行 跟行员去做沟通 或是写信给客服部分 请求支援跟协助 告诉他说 你现在人在国外 可能没办法接电话 但是你预计什么时候 会有款项汇进来的这 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虽然在先前影片当中 就是NAB银行搭配 RECHA的外币数位账户转存呢 它有两个特长 第一个就是台信 不会打电话给你之外 那线上转存 它是不用手续费 这样的操作方式 在上一集都有 讲得非常清楚 它设定的跟条件 那原来作者 他也会讲说 最后的结果不保证 就是依照台信银行那边为主 那希望今天这影片呢 有帮助到你 以及你现在如果正在澳洲 可能未来可能有想要回台湾 或是想要把一点钱 从澳洲移回到台湾的话呢 不妨你可以参考这个影片 最重要的是 各位伙伴们 在会款之前 你们一定要写信 或是打电话 任何方式去问问看 你们台湾自己所属的银行 在澳洲配合是哪一间银行 以及中转费用 手续费是否可能产生的 那今天这影片呢 就算是也是一个教学跟道歉文 那下次有点空中再相见咯 拜拜